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化愿 虚元堂善书 幽名陈伦济时 主著先佛为地藏王菩萨 幽名教主地藏王菩萨将 圣事 无今夜降著 幽名陈伦济时 第四十三章 妙想天开酷虐行 圣事 酷刑之罪 莫过于地府之设 因如不如此 难以惩治于顽不省之辈 此并非上天之不辞不仁 乃因此人已救荼毒之众生 盼能借以悔悟归正也 徒儿 走了 徒儿遵命 今逢十一月初一 真是热闹 一连串的著书不停 为师还真佩服 恩师取笑了 非先神之灵力 徒儿不能也 快起成吧 时候不早 须比福下菩萨所赐丹丸 师徒相邪不出堂外 成采云腾飞而起 无极皇母美朔望 千里迢迢而来 徒儿最为感心 事态情况如此沉沦 母娘怎忍心做事呢 所以亲自出马 为了唤醒米尔啊 真是苦了母娘 当然 如是人之父母一同 总是为子女在操心 怕儿女不归正而为恶 怕子女不知返家是一样的心情 试图谈谈间 采云已至酒店供前 下了采云 明王与众叛司 玉立一礼恭迎 不必客气 免礼 接着菩萨与明王同入内宫休息 须比与叛司继续造访工作 今夜何往 先看看剑游郭小地狱 二人随即来到了狱前 玉立迎入 上旧行台并奉上名品 二人坐定 好香的茶 真是极品 那当然 虽是阴间地府 还是有好东西的 二人谈谈间 见有一群罪犯被押出 跪在对面墙面旁 因在对面墙面下有一排老式的火灶 上面放着桶府 府中放满了油 鬼足以将油烧了沸腾 而拆一集从中取了一瓢 在每个罪犯之头上浇了下去 个个哀叫不已 接着再加上几瓢 更是痛苦难挨 都在地上打滚 皮开肉沾的 真是哀伤 这比下油锅之行还痛苦 因下油锅很快就死了过去 痛苦时间短 这行则不同 慢慢地加以凌迟 真是痛苦 世人一般被水烫伤 已经够痛苦的了 更何况是沸腾之油 那情况当然更惨 不知是身犯何罪 要受如此之行 他们这些罪犯 你没见都是些张头鼠目 口小脸小 龌龊不堪之辈 你该可猜出他们是做何勾当 恕我愚昧 猜不出来 那我就长话短说 他们全是一些肖小之辈 有的是专门骗取主人之钱财 有的是骗人之行屡财钱 有的是贯切 爬手 有的是钻墙挖角的小偷 诸如此类 虽在前面树殿已经受刑 但因罪恶重大 还得来此受此剑犹之行 以做效尤 那我懂 不该你的 绝不可以不乏手段取得 否则地府之行难逃 不错 虽有些事可蛮事人 但鬼神目光如电 怎能逃得过呢 二人出了此小狱后 叛思建议要带须比道一处去小气 今夜就不再打算往前探狱了 我带你去一处轻松一下 如不为圣命 那当然好哦 以得菩萨及明王之应允 无妨 二人向南边而行 进了一个很漂亮的拱门 里头有小凉亭 有甚多穿着整齐之人在那逍遥自在 下棋的下棋 副诗的副诗 歌唱的歌唱 说笑的说笑 好不快乐 二人就则一小亭 对面而坐 接着有招待之人奉上茶来 这是何处 风景如此之优美 人又何等的悠哉 真是羡慕不已 这是酒店贵宾馆 专门让善人在此逍遥的 也就是说在每一店都有 如己身是善人 且无其他知识 都可在各店贵宾馆处悠游 原来如此 有这么好的地方 为何至今才开眼界 每次到地府都是参观那些凄惨之情景 当然圣物要紧 今夜是慰劳你的 谢谢 那也不可在此多耽误时间 那好 回去复命了 二人回酒店内供复命 寇写恩师与明王今夜的安排 不必客气 你也很辛苦啊 为师带你回去吧 二人乘彩云回堂 夏天夜的安排 不订命了 夏天夜的安排不消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